哈囉大家好,我是美樂 然後我現在在機場附近的飯店 明天我們要搭非常早的飛機去大阪玩 因為台灣虎航最近新開了一條每天往返大阪的航空 這次的行程是五天四夜 那去城的時間是早上的4點10分起飛 那回城呢是早上的8點55分起飛 10點50到台灣 一整個就是可以好好利用我們為數不多的假期 像是我們可以禮拜五啊 就打包好我們的行李 然後禮拜六就早上就一衝過來搭他們的航班 然後就到大阪去玩一個週末啊這樣子 然後禮拜一早上再上一早的飛機回台灣 然後再去上班 對,這樣只要半天就好了 對 不過由於這條航線是每天都有飛的航班 所以行程呢還是可以蠻有彈性的去規劃的 那因為我們這次的行程是計劃要早一點睡早一點起床 所以我們找了一家在機場旁邊的飯店 那這間是台灣唯一一間的機場飯店 那你看這就是我們的房間 然後前面就是機場 還可以看到飛機起降哦 那它這邊我覺得很不錯的就是 它除了有中餐廳啊、西餐廳之外呢 它還有24小時的健身房 然後游泳池、夾克器、酒吧 還有機場接送跟飛機的時刻表 那這次的行程呢 因為我們以前在規劃大阪的行程的時候呢 都會因為不想要把行李這樣子搬來搬去的關係 所以我們都會用大阪當出發點 一天來回京都 一天來回奈良 然後一天來回深戶 然後可能一天安排完環球影城這樣子 所以回來之後呢 我們都會覺得說好像有哪些地方很可惜 沒有多停留幾天沒有玩到 所以我們這次會選擇在京都多待幾天 那除了我們會去京都的幾個知名的景點之外 我們還會去京都附近的一個叫做藍山的地方搭小火車 然後還會去日本最大的古老湖泊騎腳踏車哦 好那現在已經快到八點了 我們要趕快睡覺了 好 那這次的京都大阪旅遊 我們也是有做了Google Maps的地圖 那有需要的話 也是可以在下方的資訊欄找到相關的資訊 或者是視訊IG跟我們要哦 明天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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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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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那現在是早上八點 然後我們已經拿好行李出來了 那我們這次有申請那個優先行李 就是行李就很快就出來了 很方便 一到了行李轉盤那邊呢 就可以看到我們行李就在那邊轉了 那我們這次搭護航啊 我覺得飛機很平穩 就是我們都可以好好的睡著 我們也有點飛機餐來吃 我覺得很好吃 它這一次很好吃 但我覺得我們這個時間出發的話 也不會感覺到說 現在到了機場會很累的感覺 現在八點然後就是剛好可以直接開始玩 然後睡也不會到真的好像沒有睡飽的感覺 就是我們出發前有睡一下 然後就起來一陣子 然後到飛機上再繼續睡 這樣子 其實也沒有到說什麼很爆肝的感覺 好 然後我們現在呢 要去搭JR 就是出了機場之後呢 找這個鐵道這個指標 跟著這個指標走 你看前面 走到這個JR這邊之後呢 這邊就可以看到JR ZK Office 這邊就可以去買 這是要買的票 那我們這次要買的票呢 就是這個 EKO卡 EKO卡呢 就是日本這邊的類似悠遊卡的東西 然後 HARU卡呢 就是這裡的機場快線 類似機場快線的東西 那所以呢 有買EKO卡 再買HARU卡的話呢 就可以比較便宜 那如果直接買HARU卡的話 就會比較貴 好 好的 我們買好我們的票了 然後他這個IC卡 就是像悠遊卡一樣的 然後這個是我們去京都的JR的票 所以只要搭交通工具 有看到IC的話呢 就可以用他們這張卡 對 他這個是2000日幣 然後我們到京都的火車票 是1800日幣 那如果說沒有這張卡 只買這個票的話呢 就是3000多日幣這樣子 所以 要來的話 記得一定要帶這張卡 自己有的話 就帶這張卡 沒有的話呢 就來這邊買 因為他這個的話 他買2000塊 他裡面有1500是可以用的 對 然後500日幣是Deposit這樣 然後他可以選三個圖案 然後我們選了這兩個圖案 另外一個就是一般的 然後我們等一下呢 就會走這個BGAT進去 那我們可以搭8點41 所以我們搭這半航空來的話呢 可以趕8點41的車子 就很方便 到京都到大阪都很方便 然後我們現在從BGAT進來之後呢 就是到這個4號的platform 他其實我們在買票的時候 他就寫得非常清楚了 對 然後他可以有過的這樣 對非常貼心 而且那邊的售票人員還會講中文 應該就是會有安排會講中文的人 對 對 很棒 對 然後當然會選擇 就讓他來上更多的 出逃 因為你取得到關於景色 好玩的 正面可以看到 我們要來測試 然後我們去看看 我們兩邊 我們不喜歡 中共的地獄 這裡 這裡 所以我們到了 現在10點18分我們到了京都了 然後你看他這個車站這邊就很多拉殼耶 對啊 年紀很輕易耶 跟其他國家不一樣 很少我們看到車站一出來有滿滿的拉殼 果然很多人來這裡這樣子玩 而且我們搭這個車子好快喔 對 一個多小時就到了 那我們現在準備要去我們住的地方 那我們住的地方這次是找在這個京都站附近 喔 真的很多拉殼耶 果然大家就是都放在拉殼這裡 日本的麥當勞推出了海鮮王的新東西耶 我剛才走出來的時候想說我才不要吃麥當勞耶 然後就一看到這個 來買一個漢堡來試試看 這什麼 不知道耶 來買一顆吃吃可以嗎 好啊 可以喝一瓶耶 你看我們現在真的好走 我們到底還是早餐時間呢 好多時間喔 我們這趟旅程真的不會利用時間耶 來看看他這個漢堡有什麼不一樣 到京都第一個買的東西竟然是麥當勞的漢堡 one piece的漢堡 來看 其實這麵包也比較膨吧 這不知道是什麼肉啊 他那個廣告看起來還蠻厲害的感覺啊 這個肉應該是海王類的肉 我吃了 讓我來吃吃看喔 好 如何 很普通 你不吃吃乳還什麼肉耶 他毛被貓不一樣 對啊 他剛剛那個廣告就有人畫 這到底什麼肉啊 挺甜的 應該是肌肉 就這樣了 我們現在在這個京都車站的後站這邊啊 他這邊其實也是很熱鬧 對 全站很熱鬧 後站也是很熱鬧 很多店耶 然後還有唐吉特的就在旁邊 還有一個夢 然後這附近呢就有非常多的飯店 我們住的飯店也是在這附近 走路大概五分鐘內就可以到 對 然後這個車站很大耶 剛剛在裡面就有很多東西可以買 不只可以買喔 要去哪裡 從這車站打車都很方便 我這次在找住宿的時候 本來是在想說要找景點區 還是要找車站附近 那因為我們這次要去藍山 然後還要去琵琶湖 所以我就想說 欸 那我們住車站附近好了 我們走到了我們住的飯店 叫做Amps Hotel 在京都這邊有非常多間的Amps Hotel 然後我們就是這一間 Pilto Station Pasuka 我們從車站那邊走過來 大概十分鐘左右 然後我們住了三個晚上 六千多塊 然後這間Amps Hotel 對面就是一個很大的夢 裡面有很多東西可以逛 進來Check-in就是用自助Check-in的這台機器 然後它這裡有中文英文可以選 然後入住的時候呢 它這裡就會輸入booking.com上面的四位書的號碼這樣 上傳到這個機器之後還要付稅 然後它就會給我們一張紙 一張小紙然後就有房間的號碼 喔 小小的一間 對 不過看起來空間還算不算太小 對還夠 行李可以打開 在京都這邊查到很多Amps Hotel 它的裝潢就是這樣子 對 都是一樣 簡單單的這樣子 算是不錯 而且價錢也算滿划算的 對而且乾乾淨淨的 對還有副拖鞋 重點是離市區 離我們要去的地方就都很近 對 而且便宜 看一下這個是廁所 那它這邊的空間就大概行李箱可以打開這樣子 兩個這樣 就大概這麼大 好我們剛 check in 完之後呢 在我們住的地方 旁邊就有這間叫做 稻河神社 它最近剛好有一個叫做稻河祭的東西 對就是會有攤位的飯館 對不曉得有什麼 對看起來是吃的 剛剛有攤飯的工作人員在那邊 對 然後我們就問他說 欸這個活動是什麼時候開的 他跟我們說是23號 所以我們就23號 我們還在這邊 到時候我們來這邊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要去警視場吃種餐 在京都啊 很多人他們的交通方式 有一種非常方便 就是搭工程 對在這邊搭工程很方便 我們要搭到警視場的話呢 就是搭這個 205號 趕快去問搭這個 用這個卡是OK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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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就是警視場 我們到哪裡呢 就是要來看一下人家的市場 長什麼樣子 去每個國家都要看一下 那這裡啊 就是有賣很多的小吃 除了小吃之外 他還有賣一些生鮮的食品 像是那種魚貨啊 所以這邊又叫做京都人的廚房 對 這邊可以找到非常多的小吃 對 想要吃任何東西都可以來這邊找 是的 然後像這種魚貨乾貨也有 很酷吧 嗯 喔 炸蝦你看 看一下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喔 好吃 looks 好吃 很棒耶 要不要來吃一個 我剛才看後面那邊還有賣一些烤的啊 剩餘片 所以好多的東西可以一起吃啊 來到這裡真的是要空的食材 你先買一杯清酒 所以一百塊了 然後吃一千 這樣買的 sweet dry 是嗎 yes sweet dry 什麼 yes 喔你還買了什麼 魚 你要先喝啊 怎麼樣 對啊一百塊而已 對啊一百塊而已 聞起來就有沒有香香味道啊 沒有 沒有 甜甘甜甘的 這樣是一千的地 我看看它的蝦子有滿邊嗎 有耶 它就在那邊獻果獻炸嗎 你要排隊 好像很快 我又看到另外一個想吃的東西了 下一攤我們來吃這個蟹餃 對 我以為我們下一攤會走一陣子 然後才會找到下一攤來吃什麼 結果一出門我們就看到下一攤了 就在對面 對 它這個蟹餃一隻四百塊 對然後它有烤的跟炸的 對然後三隻一千塊 他說烤的 他比較喜歡烤的 所以我們給你烤的 好 好 蟹肉餃 好 不用沾醬 來到警視場 很多人也會來買這間snooby的店 這裡 要不要來買一個 對 雖然我想要去吃鯛魚燒 但是我們來吃個snooby燒吧 我們點了一個紅豆餅跟一個抹茶 對 喝的 超可愛的 然後我剛剛在這邊逛啊 它有這種甜點之外啊 它還有像是很多禮品啊 還有抹茶的東西啊 小甜點 它的甜點的包裝都超級可愛 然後還有二樓 二樓也是有甜點 看起來就是一個不能待太久的地方 對 因為我剛才菜單我多看了一眼 我就多買了一樣東西 對 然後它還有像是 他們這裡限定的杯子啊 或者是一些小商品 再吃它的耳朵吧 妳這吃耳朵就沒有了 吃到雞蛋糕而已 對 沒有 我吃這間 所以看起來是賣長相的 普通 普通 可愛 可愛 是可愛的 嗯 嗯 嗯 它這裡啊 路邊都有可以丟垃圾的地方 不錯 認識日本不能邊走邊吃 我小時候第一次來日本的時候 我爸媽就跟我說 你看它都在旁邊吃 因為他們這裡的文化就是不能邊走邊吃 然後剛剛我就聽到廣告 嗯 他說不能邊走邊吃 這一次本來就是用現金齁 還好沒有換錢 連我們買那個車票也是要用現金 炸雞排也 炸雞排也 炸雞排 雞排 雞排 六百塊 很多人來這裡會吃這個 它這隻就是小章魚 然後裡面會有一顆蛋 手奧 我們在這個景市場呢 繼續走 走到最前面這邊呢 這邊有個地方叫做景天滿宮 它這個是拜學問的 想要讀書 想要考試考好的話 想要腦袋聰明一點的話呢 就會來這邊拜拜 分關 智慧學問商財 就會在這間 欸有Windy耶 好笑喔 好笑喔 紐約的牛來到日本 變成做的 但是它還是一樣光滑 對 在這裡 在這裡 美麗 其實我是想來吃這間拉麵店的 其實我是想來吃這間拉麵店的 可是剛剛是在市場裡面吃的太飽了 有飽嗎 還好吧 不然你吃 我看到就餓了 這間 如果說我們沒有吃到的話 可以來吃這間 我們在走完景市場那邊呢 我們再繼續往前面走 這邊就是鴨船 在這邊 大家晚上呢 就會在這邊吃東西啊 或是珊瑚 很漂亮 我們晚上再來 那當然我們再往前走呢 就會到祁園那邊 今天ığı往前走 我們下午後